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那麼回來征服者這邊喔 那在開始錄製之前呢,我自己先去把後面的這邊有幾顆 好像是兩顆吧,有兩顆大的那個叢林木,我就直接把它給砍掉啦 所以這邊看起來已經比較空了那麼一點啦 然後我就獲得了這麼多的叢林木材啦 然後... 我這一集呢就是要來蓋家啦 我這部都已經做了這麼多集啦 這應該是第18集了吧 第18集我都還沒有家喔 原本是說我想要蓋在這個空地上面 可是我又... 就覺得說這個空地想要好好的留著一下吧 所以我可能就沿著這一顆小山坡吧 然後往上蓋一間屬於我們的房子這樣 喔唷唷唷,小雞! 這邊有隻小雞好像快要淹死啦 可是要怎麼辦,怎麼救他出來 好吧,沒有關係喔 我們把這邊當成那個自然保護區喔 如果是自然保護區的話 那野生農物的一切行為都由他們自己負責 我們是不能夠干涉的 就這樣 不然已經自己走出來了 好啦,我們先蓋一個家吧 好,第一階段就像這個樣子喔 我已經把下面的樓梯呢 就像這樣子會走上去 然後左邊這邊就是一個樓梯可以上去 這邊有一個大平台 這個大平台到時候上面的話 其實會是一個陽台啦 那陽台的話可以直接看著海景嘛 然後上面的話我要再蓋一些東西上去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來,繼續動工它吧 然後玻璃的話要先去燒一下 因為可能會需要用到一些玻璃嘛 所以我們先來燒一下玻璃吧 欸?其實已經有不少玻璃了喔 沒關係,我們再多燒一點吧 又不會,又不會怎麼樣 好,玻璃燒下去 那我們就繼續來動工吧 好啦,那總間的部分也都已經把它挖空了 這樣子蓋房子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收集到不少的資源 泥土的部分又收了不少起來啦 所以說,這樣子蓋還是不錯的啊 那我們再來的話 就是要把它給稍微封起來啦 還有就是下面的部分的木板也都把它給鋪上去了 所以我們把下面的這個地方先把它給挖開吧 居然有一隻小黑在這裡作亂,去死吧 好,搞定這一隻了 它居然來作亂啊 然後我從箱子裡面拿一些柵欄出來喔 因為我要把陽台的地方 給它圍起來 從這邊開始像這樣圍 不過這個只有17個啦,不夠 所以我又要再自己做一些出來啦 應該不用很多啦 很快就可以把它給弄好的 嗯,好,那這個,呃 好,那在...那第一層的部分嘛 應該可以算第一層啊 沒有啦 其實下面這邊我還得再搭一層出來啦 就是一個屬於可以在我們 直接從這邊可以活動的空間嘛 也不用說爬到上面去 那這個應該算第二層 第二層也差不多就像這樣 外型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第三層的話 我等一下再稍微把它蓋上去一下就可以啦 現在的話是睡覺時間 睡醒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來 弄一下第三層囉 好的,那麼現在呢 我已經把... 兩根柱的部分 稍微都把它弄成原木啦 然後地板的部分呢 當然還是使用那個木材啦 然後待會兒 呃...下面的話 我就得把它給稍微再挖開一些空間出來啦 然後周圍呢 再把它給補起來 然後下面呢 又是一個可以使用的空間啦 然後上面的部分呢 目前就是說 這邊呢會是一個懸竿的位置 然後它大概是... 它就是沒有門的啦 你可以走進來之後 這邊會有兩扇門 然後你就可以走進來 就是這個房間啦 那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觀賞風景用的 所以要用玻璃把它擋起來 這邊也全都是要用玻璃把它給擋起來的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那上面的部分 就只是一個小空間啦 這個小空間的話 一樣就是 周圍可以用玻璃 稍微把它擋起來 那因為... 這邊的話 風景沒什麼好看的 所以也可以考慮說 用木材就把它給封起來這樣 好啦 然後我們就下去 再繼續努力做其他的東西吧 好啦各位 我的這個平台上的部分 算是都搭建的完成啦 差不多啦 就是像這樣完成了 那這邊的話 當然算是比較 像是一個玄關的地方吧 它比較偏戶外一點 然後地上有這個礫石 就是... 就是你如果從外面啊 踩了鞋子很髒回來的話 可以在這邊 戳一下 戳一下腳 然後你就可以回來房間裡面啦 房間裡面的話還蠻舒適的 那這邊我到最後還是決定把它給封起來 這樣的話 就不會... 沒事就看到這個窗外的景色 也是覺得 可能會心裡有點... 有點余悸吧 這樣怪怪的 然後樓梯的部分呢 我旁邊也是封起來了這樣 看起來比較... 比較有魄力吧 比較有霸氣 比較有安全的感覺啦 所以就像這樣子把它封起來 那旁邊到時候會把它平整一下 可能還是要的吧 反正先暫時這樣子吧 然後上來之後呢 就是這樣 可以再上來 上面的話 我這邊就當成是一個儲物間吧 所以它既然它是一個儲物間的話 那它就... 不太需要那麼多的落地窗啦 然後外面這邊是屬於一個花架 這邊這幾個架起來 就當成是那個... 花架吧 也就是你在下面走動的時候呢 你可以到這上面來 你可以看到這上面的花架這樣 那你也可以直接從上面掉下來 沒有走好 會從上面直接掉下來的 好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喔 也可以算是一個小陽台吧 這邊可以看到不少東西 OK 那到時候的話 下面的東西呢 那些什麼箱子啊 要移上來到這邊 裡面的東西呢 也都要移到這上面來 不過那都是到時候的事情啦 那外面的話 這當然是一個大陽台的部分 就是這樣子 可以在外面走動 然後我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 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 我要把它給做起來 呵呵 下面的... 一樓的空間 我不能夠浪費掉 所以我要拿來應用 那我們就要... 開挖啦 先看一下現在的樣子吧 OK 開挖 好 各位 我終於把下面給挖空啦 挖爆了 挖好多個鏟子 然後也不知道到底有幾組那個... 泥土了 不知道幾組泥土了 我都收回去了 那我現在再收回來看一下 好嗎 而且我在想我的... 木材不知道會不會夠用喔 不知道夠不夠用 如果不夠的話我再... 把一顆... 叢林木給砍下來就行啦 所以我現在就先把... 泥土再收回來吧 這個真的是... 喔... 這邊都是... 都是... 都是剛才挖出來的泥土啊 有這麼多啊 身上的東西也都很多了喔 叢林木材跟這個樓梯的話 樓梯的話 就是可以用在... 那種... 牆角的地方啊 可以收邊 像是... 天花板可以收邊的地方 個人覺得這樣用起來是還不錯的啦 不過也要看場合 像這個地方我到時候... 我就是想要... 到時候我可能就是要弄起來像是一個... 啊... 一個吧台 一個酒吧吧台這樣 我好像很喜歡弄這種酒吧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先把... 牆角這個地方先把它給弄上去吧 OK 那旁邊的話這些... 當然地形都是保留著的喔 就不用再去把它給殘掉了 然後它就是依靠著那一個... 這個小山丘然後做出來的 好的各位 那目前的話 我... 就是在產地啊 因為到時候這個地板呢 全部都是要使用... 木材的部分嘛 那不過我已經嚴重的注意到一個問題啊 一個... 就是我的木材已經不夠用了 我的橡木木材呢 那... 只能像這個樣子啊 原木20個 26個木材 雖然可以用... 呃... 不是...是叢林木啦 我的橡木雖然可以拿來代替使用 不過... 不過從頭到尾 我都... 純粹只是使用... 純粹只是使用叢林木材而已啊 所以現在突然換了的話 好像也... 怪怪的 那我等一下就很簡單 反正就... 這個島上的叢林木 也有一大堆嘛 這島上叢林木 既然還有一大堆的話 那我等一下就來... 就來把它砍一下吧 然後我就可以收到一大堆的叢林木... 原木啦 那就絕對夠用啦 其實根本也不用太擔心啦 就是... 把它給做出來就對了 然後石頭的部分再挖掉 其實石頭的部分... 倒也不一定說一定全部都要挖掉啦 呃... 要把它變成複合材料也是可以耶 變成複合材料 那就變成說... 那邊全部都是木材喔 就... 不是... 不是全部都是木材啦 這邊的話就變成像這樣子 擋起來的話... 啊... 泥土擋起來的話 不行... 就... 這樣看起來也還算是可以啦 這樣... 其實也就不一定說... 呃... 全部都一定要把它給挖掉就是 其實可以留的啦 那個石頭是可以留的 就看大家覺得說有沒有必要留 那我先把這個地板的部分先把它鋪起來啦 好啦...果然是很悲慘的 我已經不夠用啦 那我就去砍一下叢林木吧 砍這種叢林木我還是習慣像這樣子 砍一個樓梯上來 砍一個樓梯上來的話 然後我們到時候再這樣下去就行了 唉唷... 慘了...我沒有斧頭啦 那我們當場做一把斧頭好了 不然砍好慢的啊 不過這個大家在往下砍的時候呢 需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的下面其實是沒有東西的喔 你一砍的話就會往下掉好幾格 雖然不至於摔死啦 但是掉鞋在這種情況之下也不太好 在生存之下你在那邊掉鞋 真的也不太好 所以下來的時候還是小心一點 不過這個方式在砍的話 真的還是比較... 比較方便一點的 這邊是另外一顆了吧 喔...所以好像是另外一顆了 另外一顆我也就把它砍一砍吧 反正都來了 來了都來了 我就把另外一顆也都砍一砍 然後再下去喔 那因為另外那一顆原本我用樓梯... 樓梯的方式砍上來嘛 所以我到時候呢 上面的部分我再從樓梯走上去 然後再從上面砍下來就可以了 那像這個我就可以直接在這邊 然後轉圈圈的方式 然後從它的最頭 然後開始往下面砍 太方便啦 這兩顆樹木這麼近 這看起來都是作者故意這樣子弄出來的 好啦...就先砍成這個樣子吧 這個斧頭也快要壞掉了 我看要不要剛才把它砍到壞掉算了 欸...快掉了...剛剛好 OK 然後我們這個砍樹砍一砍呢 一天...一個早上又要過去啦 然後又要回去睡覺 唉唷... 按得好快...按得好快... 不行不行...等下怪物就要出來了 等下怪物就要出來了 我得趕快回去睡覺 來吧 然後我覺得我還是得再做一把斧頭出來才行 好...就是這個樣子啊 那我們再下去吧 吃一點南瓜派 一...二... 不到三組喔...只有兩組多而已 不過應該已經夠用啦 OK啦... 欸...不對...這邊還不OK 這邊... 這邊我剛剛是怎麼會填成這個樣子啊 莫名其妙 好啦...OK啦...那這邊的話就是說 這裡呢會是入口啦 這裡其實是這一個酒吧的入口 所以我需要一扇門在這裡 可以... 不醬...這裡是入口 入口在樓梯底下喔 然後可以穿過樓梯 然後我就會進來到這裡來 那這附近的話 旁邊全部都要使用 落地窗喔 把它整個都擋起來 然後在這一塊呢 這一塊的話 我需要做一個那個... 霸台的空間出來啊 所以我需要弄一些... 板板出來啦 好啦...就是像這個樣子喔 然後像這種地方... 像這種地方基本上呢就可以... 放那個銀石燈在這裡面了 所以呢...回來拿一下銀石燈吧 靈光石 靈光石可以塞這樣子 塞在這邊 那這裡面當然也... 毫不例外的 一定也可以塞一些... 靈光石在這裡面啦 照亮一下這裡面 像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把玻璃片給它放上去囉 那玻璃的部分很明顯的已經不夠用啦 所以... 所以我現在呢... 要去... 再採一點沙子喔 然後再把它燒成玻璃吧 加把勁... 這邊都有沙子啦 可以把這邊的沙子挖了 最後呢...我就等沙子來燒了 那燒完之後變玻璃 玻璃之後... 我想...那邊有將近兩組啊 兩組的玻璃... 全部弄成玻璃一板之後 這旁邊應該是夠用了 然後現在是我上面這個部分呢 我必須要先把它給改造一下 改造成那個原木的部分喔 那就來改吧 現在... 現在已經燒了這一些出來了 那就趕快先把這些拿來做吧 這邊目前就兩組... 就兩組啊 兩組不知道夠不夠把它鋪完 因為那邊的範圍實在是看起來非常的大喔 這邊的話... 塞一個在這裡吧 嗯... OK 那就是這邊 開... 開始動工 好啦 剩下最後這一面啦 喔 結果...夠用啦 夠用啦 夠用啦 這邊的話就這樣子完成啦 只是目前... 沒有放什麼桌子啊 可以讓他們在... 讓人家在這邊喝酒啊 泡茶聊天啊什麼的 那這個先把它打掉一下 對呀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很溫馨的酒吧 那... 後面的話 這邊其實可以再... 開一扇門進去的 這就變成說是一個... 嗯... 這樣子 可是那是因為我一天能錄的時間有限 然後... 中間的部分一些地方又滿... 冗藏無趣的 我就把它給剪掉了 最後就變得那麼短喔 有的時候你可能錄個... 大概一個小時 發出來可能就十分鐘這樣 那... 那這個家的話... 目前就蓋成這個樣子啦 喔 我還有最後一個東西要完成的齁 不是最後一個東西啦 我還有一個東西要完成的 就是我要做那個唱片... 做一個唱片機出來 因為他的任務要我... 做一個唱片機嘛 那唱片機的話就很簡單 放在我的床頭就行啊 這樣隨時要聽音樂都有啦 然後... 再加上我有那個的嘛 我有找到了幾張唱片 那問題就不大啦 最後是從... 外面這邊稍微看一下吧 裡面的話當然都還暫時沒辦法 裝飾些什麼東西出來啦 反正... 啊... 啊... 外型大致上是這個樣子啦 那這個家也暫時算是完成了 因為有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有門... 有門... 有牆壁... 有窗戶... 有床... 好... 這就是一個家啦 那再來就是... 之後呢就是要把那些箱子呢 往上面這個地方擺 這邊擺滿一些箱子就行了 然後最後在這邊 另外一個陽台 上面還有花架 其實這邊你可以... 我這邊可以多放一些什麼 花盆啊還是什麼 就在這上面當一個花園 小小花園也是可以的啊 然後... 這邊就是廚藏室跟小小花園 下面這邊呢 就是一個超大陽台 超大陽台的部分 也是可以放一些桌子啊椅子啊 讓人在這邊喝咖啡悠閒的看著海面 然後等待救援 等到那些救援的人看到我們的時候說 哇...你們怎麼生活得這麼好 還需要救援嗎 嗯... 還是需要的啦 就是這樣 好啦 然後在這裡面的話呢 這邊我... 呃...之後呢 我再把它給挖進去好了 然後弄一個... 呃... 酒吧的儲藏室吧 這樣子 OK 就是這樣啦 那這個家... 到底花了多少資源呢 我已經算不太出來啊 所以一開始有幾...幾組我也...我也忘了 那就是這樣子啊 他就放在這邊囉 嗯... 繞到後面再看一下後面的狀況有沒有弄好 這附近的話... 在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也是要順著地形嘛 就順著地形啊 然後我就直接就把... 這個旁邊的牆壁弄成這個樣子啦 OK 那這邊的話我跳不進去啊 怪物也不想從這邊進去啊 除非蜘蛛啊 蜘蛛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 跑酷一下也沒辦法過來 欸...過來啦 OK...然後天花板應該還是會生怪的啦 不過...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反正晚上的時間我大部分都直接睡覺過去了嘛 好啦...所以呢這一集我就把這個家蓋好了 欸欸欸...我要進水裡了 痾...好難操控 這集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的家也蓋起來啦 雖然說裡面的...還沒有些什麼東西喔 那我們... 暫時先到這裡結束啦 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就... 下回再見囉 各位 掰掰 就請來啦 有趣嗎 有趣嗎 她是 favour你 有趣呢 你 有趣呢 有趣呢